北区玉德里长期推动绿色环保观念 不止原道内种植许多花卉、药草、多肉等植物 当地里长黄志明更时常利用废弃材料 像是破花盆和坏掉的茶壶等 来制作成多肉植栽和各种创意盆景 让前来洽工的里民看得赏心悦目 笑称这里是玉德里的小小植物园 巧妙利用枯萎松树里的凹洞放置空气凤梨 或是一旁小茶壶里的可爱造景 眼前这一盆又一盆的多肉植栽 全都是利用废弃材料所做成 而他们全是出自玉德里长黄志明之手 我这边因为有原道 原道树木托有时候它会死掉 死掉了厂商都把它带走 那我都把它留下来 然后请它一块一块切一切给我 切送给我的时候我就可以种一些 花花草草了来上边 然后我们可以对我们的移情养性 真的非常的好 然后可以废物又再利用 我希望把这个风气把它推广出去 将木头翻转过来 竟然是废弃的空心木 里长不时为盆景喷水取代浇灌 避免多肉植物根筋泡烂 经过巧手改造的创意盆景 不但为礼办增淇淋 也让洽工李明看了赏心悦目 丢掉的那些器皿啊或者是木材啊 它会创意 然后就是再创新一些新的作品 我觉得看起来大家就觉得说 来到我们礼办公处就觉得说 很赏心悦目很舒服的感觉 现在目前市面上的容器 大部分都是塑胶的 那很少有这个瓷器的 那我有一天我在草堆里面看到 怎么有这些人家丢掉的东西啦 那我把我四尾四宝了 那我赶快带回家 那这个破的吗 我就把它装成 这个把它把这个堕落植物 我把它组合 然后就一个呈现它一个美在上面 结合这个木头 北区玉德里长期推动绿色环保观念 不管是珊瑚里的一点绿意 还是端坐在莲花中的佛陀 别出新采的设计让人赞叹 也让这里成为玉德里的小小植物园 记者张伟玲 台中采访报道